畫面 因為像板書寫寫寫起來其實 蠻麻煩的那比如說 到底要做什麼畫面我可能會先把它拍照下來 那你可以看到這上個禮拜我們做的畫面我把畫面放上來 等同就是我在上面畫的板書一樣這個就雲端板書了 那裡面要寫什麼程式呢這邊有個程式嘛 那你可以看一下反正就這幾行 而且呢因為有些時候 這個有些同學不知道寫在哪一個地方那我用黃色的區域 把它做一個mark 那反正你就把它打上去 應該都不會做不出來 除非說你可能恍神一下 但是畫面上都還有你就照著做 應該都可以跟得上 那其他還有像書裡面的範例這邊我也會放上來 OK類似像那個一些相關的補充資料都會放在那個 Google你們的那個Google一下就可以找到就是 搜尋那個關鍵字就是吳老師這個關鍵字 第一個就是我的吳那我會放在 固定大概就是這個位置 固定就放了放在這位置 這個 就在這裡 那其他課程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我其他還有什麼呢 以前在那個文化大學 我覺得 這個進出推廣部上課的 舊的如果各位有興趣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然後 或者是說你們也可以加入我的 這個現在Google Plus 也蠻方便的我有時候會 發佈東西Google Plus上面也會有 所以如果你有 加我的話也會看到 或者加入Facebook也有啦 Facebook也會有 偶爾也會放 Google Plus好像比較同步 因為我的部落格是用那個Google的 所以他很快就可以同步 那其他如果說我是有時候會放放一些其他有的沒了反正這個部分的話 當成是一個補充 方式 那我蠻我蠻強調是那個雲端學習這一塊因為上課時間真的有限 8週 其實時間還不算少 但是你說要把一個 ACV達內置全部要學的透徹 真的不容易 為什麼因為有太多知識你要去學習的 所以這部分的話我想 各位盡量花一點時間在那個雲端上面那我 盡量把一些資源放上來 OK那 再來的話 這個部分上個禮拜的部分那今天的話我想慢慢的我們要 第一個就是請各位一定要熟悉這個開發環境 那開發環境裡面的最重要的我剛剛講過就是你從檔案裡面新建一個 這個網站 新建網站之後的話你要稍微了解一下這個所謂的方案總管 方案總管 那方案總管呢 裡面的最重要你將來其他的網